我問你現在坐在這裡很熱 二十幾度 你上到去可能十幾度 你感覺又不同 穿上外套等日出的感覺完全有不同 當然有些東西拿著暖壺 喝著杯東西 看日出或者按照相機 當然有不同 很多拍照片 很多 真的拍這張照片在日出的路 六個月前 你不是這個觀景台來看 即是開車上去這些嗎 走上去的 不可以開車的嗎 剛才經過阿里山的森林遊樂區門口 給錢就去到停車場 就要下車了 即是全部要走上去的這個位置 要是基本上都要走上去 或者錯過的叫做小福車 不是那個叫有車的 這個不是那個位置 不是那個位置 這個是另一條路去 剛才你就見到新中環公路 再要上去那條路 即是負車站 負車站 你看到上面阿里山觀景台 入口觀景台十八個字 是 其實我們去就是去森林公園那邊 那這條路 即是另一條路 是圍著那個山水巨物 在後山走出來的 哦 這個後山走出來 是啊 就是四份道 那你見到一個 竹山車站 竹山車站 很出名 這個觀景台不是去過嗎 反過來 竹山車站是怎樣呢 小粒園 竹山車站在上面 你見到阿里山國家森林 在國字上面有條路 這樣繞過去 神木車站 繞上去山 才去到竹山車站 這裡 是的 由這裡 經過超平的旁邊 見到旁邊有條路 上去 才上去竹山車站 那就是要經過超平的路 對 另外差不多一條線上去 那你是不是竹山那邊看 是啊 竹山就是每天早上 你要 我應該去過那些地方 去過那些 一定去過 不過很多年前 沒有什麼印象 我只記得 你看日出我 我看過的 不過好像那天看不見到 我都不太記得 一定看到的 沒有日出有雲海 這個車站 這個 這個 哇哇哇哇哇哇 四個魚子 哇小粒 嗯 你搭火車的 這個搭火車的 每天早上一班火車上去 我記得我去那次 他住在那裏 一定住在那裏 一定住在那裏 不是看不到這個 你還沒喝茶 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嗯 唉 只是第二次 是啊 我去過 這個第三 這個第三 要學一下問茶先 首先問一下茶先 不是浪費的 厚一點 入了一點 深了一點 一茶沖下去的時候 茶未厚一點 沖下去的時候 茶發酵了 都不是發酵 就是浸泡時間 浸泡時間 浸泡時間 所以你之後會看日出 那你去到阿里山 唯一一個 一天早上 住到阿里山 第二天早上就是 做這個活動 接著走 接著走 看完日出 回到阿里山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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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4小時 吃了早餐 吃了早餐才睡覺 吃飽一飽就睡覺 吃飽睡覺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竹山車站 竹山車站可以走上去 就是小樂園 如果我們去到阿里山 應該就找到最美的烏龍茶之一 其中一個烏龍茶 其中一個烏龍茶 不是說最美 千幾個最美 其實 美茶 茶葉漂亮之外 還要有師傅的 所謂的製造方式 砂青 跟著毀雕 那些叫做炒茶 還有它有半發酵的跡象 怎樣來炒到那個 半發酵的情況 那些茶 最美的質地 咬出來的甜度 香度 溫泉出來 這樣 最後就油黏 跟著另外看到一件事 就是 一件事大家就 不要太留意 其實呢 就看到好像 一顆球 那樣的 球形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 這個就是 台灣茶一種 很好的儲蟲 茶 質地最好 它做到每一個茶 整個 又是 也要有 有